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医生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执行长欧良久 我们医生已经进入第三十年 所以我今年特别举办了医生三十纪念音乐会 又碰到新冠病毒的肆虐 大家练习又更不容易 但是大家还是全力以赴 希望准备好三十年的音乐会 当着执行长这五年 我们陆陆续续加入了很多年轻的好手 像我们这次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 我们特别安排了一首四把小提琴的弦奏曲 里面的独奏者都是小于三十岁的年轻好手 就是在我们乐团创团的时候 他们都还没有出生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乐团可以永续下去 和以前一样 我们的乐团都会把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我们这次是捐给台湾癌症基金会 以及中华民国儿童癌症基金会 那这次音乐会很特别 我们除了有传承的意义之外 我们也首次征求我们台湾本土的作曲家 希望他创作医疗相关的曲目 来供我们演出 希望经由我们的音乐会 能够促进本土音乐家的发展 我们的得奖前三位的作者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作曲家 我们很高兴我们可以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 及高雄的魏武营演出他们的曲目 也请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支持 感谢观看